疫情趨緩 民眾開始暴復性的出遊 但大多集中在外島或是中南部 北部業者為了搶生意 推出了抽獎活動 像是君悅酒店 最大獎是可以免費開百萬名車一年 板橋的凱薩大飯店 是只要你跟德國的跑車拍照打卡 就有機會免費搭跑車 外出演餐 正兒育龍的引擎生 能開百萬跑車駛城 是很多人的夢想 飯店振興出招 靠抽獎幫你圓夢 比较便宜的價格 甚至是不用錢的方式 就可以住宿 然後參加這個活動的抽獎 然後就可以坐著跑車的去野餐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還蠻有吸引力的 就成功解鎖 古旅客集中到外島和中南部 北部飯店眼紅之外 還是得搶吸民眾眼球 板橋凱薩大飯店祭出抽獎活動 只要拍照打卡 就有機會搭乘德國名車去野餐 或搭配三倍券和安心旅遊補助 就能以零元入住 每晚超過兩萬元的房間 如果三倍券全押 還能拿到三千元的回饋券 在這個時期能夠帶給大家歡樂 成長的幅度能夠到三成 這是我們的期待 芒果刷冰清涼消暑 軍藥酒店幫民眾解熱之外 也搶供抽獎债 消費滿千元 讓你抽免費開百萬名車之外 還有機會入總統套房 四天三夜 總價值超過六十萬元 使出絕命殺手劍 就判業績能夠跟著回溫 鼓履暴富有衷 想一掃疫情陰霾 原山大飯店也推出 甜問券抽獎活動 投獎是在高雄的湖景客房 兩個晚上加上四克早餐 價值也逼近兩萬元 北部飯店開大絕 應戰百萬名車 和總統套房優惠琳琅滿目 但可見的是振興廝殺站 號角已經響起 記者邱榮幸曹生 台北採訪報導 記者邱榮幸曹生